好,各位同学,那我们今天就迎来了本套课程的最后一课了 雷老师在讲这课的时候也是挺有感触的 同学们在听的时候应该也有一些不舍的情绪吧 不过这一天总归是要到来的 那学到这里的同学呢也给大家鼓个掌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下 当初从零基础走上来的自己应该也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那在今天这一课里面呢 还是会带给大家一些之前没有学过的知识了 我们今天呢还是要一起做一道课后练习题 是这一课的最后一个练习啊 它是一个词汇的选择 可能有一些同学已经提前去做过了 现在的感想是颇受打击 因为这一题呢确实里面有很多用到的词是我们以前没有学过的 我们会发现它比我们之前做的练习要难一些 它的综合程度更高 所以我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先打个预防针了啊 尤其是可能自己还没有做过的同学一会儿会让大家直接在课上来做 那做错了 不要有压力 确实里面有很多没有学过的东西 那一会儿呢雷老师也会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一道这么难的题在这个地方啊 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 好 那不多说了 我们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自己先做一做 那在做的时候呢 雷老师特别的强调一下 允许大家利用手边的字典啊 或者是别的参考资料啊 边查一边慢慢的做 因为其实这个查的过程同样是我们学习记忆的一个过程 你做的时候先查一遍 那一会儿雷老师讲解的时候再记一遍 对他的印象就更加的深刻了 所以接下来做题的时候呢同学们可以慢慢做 反正也是最后一课了 好吧 那同学们接下来自己来做一下这几道题目 好 我们做下来可能大家的正确率确实不会特别高 对吧 有些同学可能借助了词典查了 还是正确率不高 那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接下来呢雷老师就带着大家一起对他们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包括其中一些需要给大家补充的 值得我们记住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题 这里要填的是一个副词 那这道题目呢 做错的同学 我可以判断你是没有掌握好 这个词的用法 它其实关键不在几个选项里面 在后面的这个动词 那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 的用法 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奇葩的词啊 因为它既可以表示 指的是某人经历后面的某一件事情 而且这个 quelque chose一般是不太好的 des difficultés des souffrances 一些痛苦啊 折磨之类的 我们可以用 quelqu'un来做主语 éprouve 表示经受了后面的这些痛苦折磨 那同样我们也可以倒过来 quelque chose éprouve quelqu'un 就是刚才的那两个元素倒过来 那它指的是这些痛苦 这些困难 使某人感到非常的煎熬 非常的痛苦 确实是比较奇葩的一个词啊 主语和兵语可以互换 表示的是不太一样的意思 那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的 大败这个词 比如说中国队大败日本队 这句话呢 你肯定是要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来看的 中国队到底是打败了日本队 让他打败了呢 还是败在了日本队之下 其实两个都可以表示的 对吧 所以就有点像这个感觉了 那实际上我们在用到第二个用法 也就是 quelque chose éprouve quelqu'un的时候呢 经常会用一个被动的形式 quelqu'un être éprouvé par quelque chose 某人经受了某件事情 那在我们这句话当中呢 用到的就是这个用法 notre ami aidé 我们副词不用也可以对吧 éprouvé par la mort de son père 他是经受了哪件事情的痛苦呢 他父亲的去世这件事情 那把这个词离交好以后 这句话 应该大家都不会选错了吧 爱选像souvant 他是有几个父亲啊 而且是每一个都la mort 对吧 这肯定不可能 bé呢 amigalement 也是莫名其妙的一个逻辑啊 感觉好像还挺开心的 很有善的 dé选像rapitement 很快的 就在这里也快快的 对吧 所以这要题正确的答案就是c durement durement在这里指的是严峻的 严酷的 他遭受的这种打击痛苦 是非常巨大 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durement这个副词 notre ami a été durement éprouvé par la mort de son père 所以这是第一题啦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题 cet homme a toujours su 什么 aux épreuves 又出现了épreuve 他其实和épreuve是同根的 对吧 那épreuve这个词 意思也有很多 可以指考验 试验 或者痛苦 或者测试 我们现在回忆起来 是不是 以前是这两个词一起讲的 当时要学的是épreuve 这个词 因为他意思太多了 所以来老师给大家 讲了一下 他动词épreuve的几种用法 对吧 好 那在这句话当中 这个épreuve指的是什么呢 应该是一些考验 或者是痛苦的事情 那我们同样 从整句话来理解 cet homme a toujours su 他总是知道怎么样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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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是需要我们填的 他总是知道去怎样那些épreuve呢 爱选项 tanché 其实这个很快就能排除掉 因为我们知道tanché是 把什么东西割断的意思 对吧 我们tanché le pain 切面包 或者比较残忍一点 tanché la gauche 就割喉了 一刀切断叫做tanché 所以它是一个直接级物动词 它跟后面的ousi preuve 是接不上的 那这个可以 首先排除了 被选项 fère face fère face à quelque chose 面对什么什么 他总是知道 如何去面对 直面这些困难 或者考验 这样来看 是通顺的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做个被选 那c选项呢 saché le 这个我们确实以前没有学过啊 那因为刚才也让大家自己查了 这个还是比较好查的 对吧 saché le指的是 猛烈的追击 那saché le a quelque chose呢 是说发粪 或者热衷于什么东西 比如说saché le au travail 也就是发粪的工作 saché le au jeu vidéo 那就是玩游戏上瘾了啊 非常的热衷于游戏 所以saché le a quelque chose 指的是热衷 发粪于 那saché le au zé prouve 感觉好像说不通 对吧 什么叫发粪于 这些考验困难呢 所以这个是可以排除的 dition像呢 souposie 反抗 和什么 对立 那一般我们会说 souposie a quelque chose 反抗 某人 那souposie a quelque chose呢 指的是 阻碍 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原来这件事情呢 人家好好的 那你去给它阻碍了 阻止了 反而是向着 不太好的一个方向 发展了 所以souposie a是这样用的 那我们用在 这个句子当中呢 显然也不合适 因为e prouve 本身它指的就是 不太好的事情 一些困难 考验 那阻碍 妨碍考验 这个逻辑 也是不太通的 对吧 所以这样 综合的考虑下来呢 还是b选项 是最合适的 sitem a toujours sit faire face o zip 他总是知道 怎么样去面对 这些考验和困难 所以这里呢 我们也记住 faire face a quelque chose 面对 或者直面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题 le peuple devrait être tenu 什么 des activités de ses représentants 首先 représentant呢 指的是代表 那 les activités de ses représentants 他们代表的 一些行动 也就是 人民代表的 一些作为 行动 那么 人民应该怎么样呢 être 来的是一些和 denir 有关的搭配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几个选项当中 我们以前就认识的是哪个 应该是c选项 对吧 denir au courant denir gérgan au courant 指的是 keep informed somebody 让他呢 对于整个事情的形式 进展 保持了解 这个词 首先我们应该是要认识的 对吧 要是记得讲过不止一遍 那其实这个词 意思出来以后 这句话就是通顺的了 le peuple devrait être tenu au courant des activités de ses représentants 人民呢 应该对于他们的代表 所做的一些事情呢 保持了解 眼下之意就是 而不是被蒙在鼓里的 所以这条题 正确答案呢 就是c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几个选项啊 a选项 其实确实是有这个表达的 denir à l'égard 我们经常会说 tenir quelqu'un à l'égard 他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 égard这个词去分析啊 因为égard一般指的是 两者之间的一个差距 他们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不是在一起的 那tenir quelqu'un à l'égard呢 把它放在这个 鸿沟的另外一边了 所以就是 isoler quelqu'un 把某人 从一个地方 孤立出去了 这是denir quelqu'un à l'égard 的意思 我们也可以通过 这道题来记一下 那微生相 denir au marge呢 是没有这个说法的 他其实是想来误导我们的 那我们可以记一下 marge指的是什么 首先 那个书在印刷的时候 它的字旁边会有一个 空白的地方 对吧 它不可能字 直接顶到叶边上 所以留下来的那一串白呢 就叫做marge 那除此之外呢 它也可以指 其他东西的边缘 或者呢 隐身开来 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赋予出来的精力 余力 或者余地 都可以用marge来表达 总之它的中心思想就是 边上的 多出来的这一部分 那我们确实有一个表达 叫做 être en marge de quelque chose 那它指的呢 是在什么什么的边缘了 所以是在什么什么之外 脱离什么的 en marge de quelque chose 但是是没有 tenir en marge 这样的用法的 那最后 d选项的 en vigueur 同样也没有 tenir en vigueur的用法 但是我们有 entir en vigueur 和rester en vigueur 它指的是什么呢 vigueur是活力的意思啦 所以entir en vigueur 就是说它变得很有精力 开始有活力了 rester en vigueur呢 它保持非常有活力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vigueur 主要是和这两个动词搭配的 没有denir en vigueur的说法 所以这二题其实也挺阴险的 考察的是 我们对于一些动词 它的固定搭配的了解 不过呢 其实其中的很多搭配 我们确实以前也是没有学过 对吧 那也通过这个机会 把它给学起来 并且记住 接下来第四题 其实这道题应该蛮简单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选对吧 Cas est une accru 那首先考一下大家 这个acru是哪个动词的 过去分词呢 是acquart 增加什么什么 acquart的过去分词是acru 这一点如果你没有看出来的话 可能还真的会选错啊 那grâce à une aide de accru 因为或者多亏 有这个不断增加的帮助 CPI这些国家 什么 de s'industrialiser s'industrialiser 指的是自己发展工业化 所以这些国家应该是 本身比较穷的一些国家了 对吧 因为有很多的帮助 不断增加的帮助 所以呢 他们有了工业化的发展 那么关键就看中间填什么了 a sont à même de 这个词我们不认识 以前没学过 可以先看后面的几个选项 b évite de éviter de faire quelque chose 避开了 避免了什么 因为人家对他增加了帮助 所以他反而避开了工业化 这个逻辑显然不对 对吧 所以被选项可以排除掉 C c 那同样角度也不对了 对吧 这工业化的进程 应该是一个好事 有同学说 我怎么知道它是好事 说不定不是好事呢 那我们看这个句子前面有提示啊 是grasse啊 多亏他们的帮助 所以这个逻辑我们应该是能够判断出来的啊 因为有他们的帮助 所以能够实现工业化 因此这个c也要排除掉 那第一选项呢 sweet de 它的动词用法就不对 因为sweet de 我们是直接加动词不定式的 sweet de faire quelque chose 所以第一选项你都不用看它意思了 肯定可以直接排除掉了 因此呢我们最后就剩下a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选a了 对吧 因为bcd肯定都不对 那a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记住的词了 être à même de faire quelque chose 意思就是 être capable de 能够做某件事情 是不是觉得挺神奇的这个表达 对吧 être à même de faire quelque chose 所以这个表达我们可以记住 很有意思啊 接下来第五题 这句话比较长了对吧 首先它的主句 il est indispensable que 也就是说 后面这件事情呢 是必须的 必不可少的 那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 que l'on étudie les problèmes 我们要去研究那些问题 是怎么样的问题呢 后面有一个 既引导的关系统句 动词不见了 但是后面部分说的是什么呢 des procrets de la science et de la technique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 所以这里缺少的是 关键的这个动词啊 我们同样可以一个一个来看 a décul 不认识 先放着吧 b traite traite quelque chose 指的是探讨 处理 或者加工 用在这里好像意思不太对 les problèmes qui traitent des procrets 这些问题 他去探讨 还是处理 还是加工 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呢 都说不同 所以b可以排除掉 c se charge 那这里应该用到的是 se charge de quelque chose 负责什么什么的 那一般来说呢 他是负责某个任务 其实看了这两个以后 我们会发现 都是前后逻辑不对 对吧 我们应该去研究的是 这些科学技术发展进程当中 所产生的problem 问题 而不是问题所去产生了 或者去加工了 负责了 后面的这个进程 所以bc都是可以排除掉的 那d神像呢 gissi line de 远离了 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所以我们还是只剩下 不认识的这个a神像了 那deguri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非常的好理解 deguri这个词本身是说 是一个比较书面的表达 就是说水 从那个水龙头里面流淌出来 这个动作叫做deguri 所以它的主语应该是水本身 那么引生意呢 它可以指一些东西 从另外一样事物当中被引出来 或者被产生制造出来 也就是来自的意思 那我们再把它填回到句子当中去 是不是觉得就通顺多了呢 deguri de quelque chose 指的是来自什么什么的 那 il est indispensable que l'on étudie les problem qui découl des progrès de la science 我们呢 一定要去认真的研究 科学和技术发展 所带来的那些问题 这些问题是来自科学技术发展的 所以这里用到的是 deguri de quelque chose的用法 我们又学到一个新的动词 对吧 那最后第六题呢 第六题应该没有同学选错吧 是最简单的一道了 至少是四个词 我们都认识的 对吧 j'ai lu un recueil de poèmes 我读了一本诗集 这本诗集呢 什么什么du russe 是跟俄语有关的 对吧 le russe 指的是俄语这个语言 à écrit du russe 有没有选这对同学 有的话 李老师要绝望了 用什么语言写成的是 écrit en russe 应该用的是借词 en b呢 venue du russe 这些诗歌是来自俄语的 有些同学说我脑补一下 觉得也蛮对的呀 反正就是他原来是俄语的 然后后来翻过来的呗 确实也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这个选项 他有一个硬伤 就是他的venu 并没有加s 我们看到acd 都是有加s的 说明他们修饰的是前面的poem 那这里的venu没有加s 我只能理解成 他修饰的是前面的hgye 对吧 那一本来自俄语的hgye 就说不太通了啊 你如果是 ahgye venu de russe 来自俄罗斯的一本诗集 我还可以勉强算对 来自俄语的一本诗集 这个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里是一个 非常阴险的陷阱啊 b选项也被排除掉了 那么c选项呢 composite di russe 是由俄语组成的一本诗集 直接这样说呢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选这个选项 但是呢 同学们知不知道 如果我说 un poem composite en russe 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composite这个词 除了表示组成之外 它可以指 谱写 编写 所以如果是 un poem composite en russe 就相当于 un poem écrit en russe 我们还是理解一下 composite有这个意思 不知道这个意思的同学呢 肯定不会选它 知道的反而可能选错 所以学习也是一个 很奇妙的过程 知道选错的同学 应该是在学习的第二境界吧 未一消得人憔悴性的啊 知道的太多了 有时候也是一种罪 那接下来我们看 这选项 对不对呢 这些诗歌呢 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 这个选项就是对的了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一道题了 对吧 那讲评完之后呢 同学们有没有体会到 作者把这道题 放在这里的一个用意呢 从这一课的内容来看呢 我们其实借助一些 工具书或者注释讲解 已经能够看懂 诗歌这样一种 比较艰深的语言了 说明我们的法语水平 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那么之后再去看一些 其他的资料啊 文献啊 应该大家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能够理解的 和最初那个零基础的你比起来 你现在应该已经是一个 能够比较自如的 使用法语的 达人的一个阶段了 所以这一点是值得 我们骄傲一下的 但是呢 他又在这里出了 这样的一道题 告诉大家什么呀 不管你学到 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总归是有 你不知道的知识的 我们学了两册的书 讲了那么多的词 到这样一个 诗歌都已经可以看懂的阶段 仍然还是有很多搭配 我们是没有学习过 并不了解的 所以呢 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虽然现在已经有了 比较好的基础 但是在之后的 法语学习当中呢 进一步的积累 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能不能达到 更高的水平呢 看的就是这个 积累的过程啊 所以呢 这也是雷老师 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 希望我们之后的 法语学习之路呢 不要停下来 能够继续 往更高的一层去发展 运用你之前 已经学习到 掌握好的知识 再去积累和了解 更多更好的内容 不断的去学习和进步 在这样的进步过程当中呢 可能有一天 你会发现 自己已经变成 人家眼里的大神了 所以这个是 在今天最后一课 鼓励大家的一个内容啦 便是 自速度过程 如果别乱雷播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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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